川普 尊敬特朗普總統 尊敬特朗普總統 尊敬蓬佩奧秘書長 國務卿蓬佩奧尊敬的議長佩雷西 我是 這是這個AlphaOcean 那麼現在呢是 我們這裡在 我在那個 德爾斯科爾那個 這個沃森通尼亞塔爾 在這裡做一個直播 這裡呢 今天這個題目是 就是說 請2020美國大選的 這個競選的候選人 美國民主黨的 這個推出來的候選人 川普總統和 美國民主黨的 拜登這個 前副總統 提醒一個 提醒主義一個重要的問題 就是 你們不要把 你們的黨和美國人民 被台灣的蔡英文 委總統 蔡英文委總統 這陰謀鬼記 拉下水了 從三個月以來啊 這個突然爆發的這個 只有VID啊 這個19 這個新冠病毒 吸減了全國 是吧 西法呢 吸減了全世界 這是一場呢 人類和自然界的一場 這個鬥爭 可是呢 在美國在判斷這個問題呢 一開始 很多國家 因為最先爆發的是在武漢 都把這個責任呢 推 推卸給中國 還是推卸給武漢 至今 也有用心的蔡英文 特別是蔡英文 特別是抱有這種觀念的人 和同情性的恨 因為有蔡英文 才有這種仇中 恨中 然後呢 在這個時候呢 美國的人民 和這個 美國的這個 共和黨 也帶著情緒 被他拉下水了 我今天就是 才來談這個事情的真相 我們以事實為依據 於法裏面選擇 我呢 首先再介紹一下 再順便再介紹一下 我是那個 中華民族 統一共和黨的主席 我也是 這個 中國 這個 港澳 港澳台 橋 聯誼會 的 這個 聯盟的主席 因為我在這個 身在這個 美國的大法府 所以呢 我以這個身份 本來我這裡呢 我這裡本身呢也是 原來就是 定義為 我這個定義為 支援 川普總統 當選2020 參選2020 這個總統候選人 我提出了 三個先決條件 第一 在這個問題上 我支持川普 我選擇 但是要 希望 川普 不要上 前提是 不要上 蔡英文的大 要尊重 美國的法律 共和 共和兩個字啊 我們是 共和黨 我們共和黨 這個 共和兩個字 就是來自於希臘的 布萊塗的這個 共和 共和呢就是一個 這個意思呢就是什麼 人民的公共事業 我們在做 為人民啊 在做公共的事業 所以呢 我們這個 這個 中國呢 叫做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這個結構呢 就是在 為人民 在做這個 公共的 福祉 啊 過去呢 大清的時候 叫做 你那個 你那個 帝王 皇帝啊 皇帝這個 專制 為他們服務的 現在是 我們要為人民服務 所以說 我們叫共和 我們叫 簡稱呢 另外呢 我們叫做 中華共和黨 我們共和黨呢 願意和美國共和黨 建立 啊 中立黨 那個 中立黨關係 在和平 共處五項原則的計算 獨立 啊 平等 這個計算可以建立這個 那個 這個這個 平等的 五項原則計算的 中立黨的關係 啊 另外呢 我們想 還有一個原則 這個民去 這個 那個叫做 啊 那個 原來林肯總 林肯總說的 民有民是民想 啊 實際上 我們在這裡有一個 我們在 我們提出一個 民權 啊 民生 其實就是一個 憲 就憲政 就立憲制 我們立憲制呢 和 這個 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 它那個憲法的意思呢 也是要走向立憲制 憲法呢 立憲制就是以憲法為民主的最高原則 以憲法呢 啊 歸憲制政府的 啊 所作所為 所以 現在蔡英文 啊 那個 違背了立憲的這個原則 她是 我很奇怪 蔡英文作為一個 學法律的 曾經在美國 曾經在英國 這個 那個 那個 做假 說是 沒有 那個什麼 沒有文憑啊 就是 沒有 沒有論文 假論文啊 啊 這個我們就不管她了 但是從她現在的 所作所為 她發表了文章 她選擇題 啊 我可能 可能特朗普 是搞 和我一樣 是搞企業的 我們是搞那個 manager 可能對法律問題 不太清楚 我今天就來把 這個問題 今天晚上 就把法律問題 給特朗普總統 公布課 我們 談一談 因為你們 年紀比我還要大 我今天74 就是 馬上73了 你是比我大一歲 74歲 然後 嗯 拜登呢 拜登又是 76歲 78歲 啊 所以說呢 我再給你們 啊 小弟呢 再給你們呢 再談一談 為什麼蔡英文 在這個呢 在法治上 法學上 還不如我這個 數學系的啊 這個 這個普通的學識 啊 所以說呢 這裡呢 我也是給美國人民 給美國那個 CSIS 那個國際戰略智庫 啊 還有美國的大學者們 大專家 那個那個 那個專家們 提 在這裡呢 提出一個嚴重的 啊 提出一個試題 這個試題 就蔡英文提出來的 就中華民國 台灣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請問 特朗普總統 你承認嗎 請問 那個啊 那個 那個 比如那個 那個 那個 拜登 總統 你 你承認這個 他這個 蔡英文這個觀點嗎 那麼 我知道 有一個 這個 原來的 歐巴馬總統 歐巴馬 還有 第一部人 歐巴馬 他們是學法律的 我今天已經給他們 啊 用電子郵件 給他們發了一個 文件 我是感謝他們過去啊 在這個 呃 曾經的八年當中啊 我們 大家一起來 共同在 對美國 解決那個 探討美國的問題 啊 因為 美國來說呢 一個是法制 一個是民主 民主 就是民主 參政 議政 我作為 新美國人 我在和 我在這個 過去這個 來這個十多年這個當中啊 那 我首先 一開始是和 小布希 布希是 President呢 我提出了一個 一個我的觀點 叫做 我給他提出一個 就是 我的美國嗎 就是 希望能做一個 新美國人 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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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簡單 就做 新美國人 啊 建設新美國城市 就是 reliving the city 然後呢 啊 然後 樹立那個 那個 new american imagine 就是 這樣的一個 三個一個概念 new american people new reliving the american city new american imagine 就是 大國的形象 大國有大國的擔當 大國有大國的責任 其實呢 就是 現在特別是 這個話呢 今天呢 也是希望 我對 川普總統 大國啊 你作為 美國的大國的總統 你要有這個 大國的擔當 大國的責任 你現在甩鍋 你把這個 新冠病毒的疫情 甩給中國 這個有些不公道 讓全世界看了這個 沒有 沒有 人心不服 有什麼證據 說話要有證據 對吧 我們拿 你有證據 你這個立論 就像蔡英文 胡說八道 台灣就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個是這樣的說法 我們不能跟著 蔡英文 去走這麼一個 詐騙 忽悠老百姓 忽悠美國人民 欺騙美國人民 啊 蔡英文就是這個 欺騙美國人民的 啊 最虧禍手 啊 他是一個 地地道道的 我們在這裏來接吻的 啊 所以說呢 我跟蔡英文打交道啊 已經 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就是李登輝提出來 特殊兩國論的時候 我就給李登輝寫過信 而且他是作為 他是作為李登輝的一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秘書 也是 起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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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國論的 就這麼一個 分裂這個 兩國論的一個 一個 一個主筆 他作為一個 啊 作為學者 當時來做個學者 後來又作為陸委會的主任 他的所作所培 還有他跟那個 在民進黨裡的 啊 在這個 在做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所、所、所幹的事情 很多都是 動虛作假 無中生有 啊 就是說 他請藏黑白的事情 他幹的事情太多了 這個 我們現在實在 就是在這個 不是在這個 謾罵 而是我是 因為一桑桑一件件 我們記者給得著很多了 啊 també我給大家 我給特朗普總統 我給這個 那個這個 拜登 还有米歇尔的奥巴马 我做了一个 引了一段故事 讲了一个中国的故事 中国中国有个故事呢 就是这个狐驾虎威 我们大家知道有个狐狸啊 博克斯特 然后呢 在森林里 他对老虎说 这个塔克尔就说 他说他呢 在森林里的威望很高 他就像那个 就像蔡英文一样 他在台湾人民当中威望很高 他拿了817万票 他说你不信 你跟着我来走一走 你到森林里的走一走 你就看到人家 大家对我是多么尊重 多么敬畏 于是乎 老虎就跟着狐狸走进了森林的各个地方 所有的动物看见了狐狸 就跑 因为他后面有个老虎 哎 老虎就感觉到奇怪 哎呀 真是了不起啊 你这些人 这些庞人大物 这些人都看到你就跑了 所以说 啊 蔡英文和特朗普的关系 蔡英文和美国的关系 蔡英文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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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国际战略支持的关系 称灵敌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因为他站在 拉大旗 做虎批 我们就讲呢 他把你绑在被后 希望你们给他撑腰 他在那啊 他就以此 作为一个 作为 Across自己的权力 gradこう自己的地位 学久自己的知 这个叫做资源 所以说他认为他有美国作为后台 大陆不敢对他动武 不敢对他 所以说他得意忘形了 他得意忘形 就在他当选2020年总统的选举的时候 基本做了很多票 先把赖清德做下去 现在又把谭慧瑜做下去 以后 那么现在 他又在勾引调戏 美国人民和美国共和党 美国民主党 还有美国政府 美国国会 为什么说我用这个调戏呢 确实他是用这种 用金钱 我来买你的军火 就得把一亿美元的 一亿台币的军火 我给你藏着前头 所以彭斯就说 这个蔡英文的真好 台湾这种民主啊真好 已经被他软化 被他腐弱了 就是被他这种诱惑 有一种诱惑呢 就叫女色 还有一种金钱 还有一种是利益 就是被台湾这个 给美国的既得利益诱惑住 所以美国的政界的 这个政党啊 还有这个政客啊 进步住台湾这个 小人小个的诱惑 各种各样的诱惑的手段 正是台湾这种假民主 反民主 最肮脏的民主 造假的民主 这一个弊端 大家要如果看不看 如果大家了解全世界 诈骗犯最多的地方 就出在台湾 很多电竞诈骗犯 各个国家的通信 那么这个就是台湾 这个诈骗犯是 是无恐不怒 活力活力 我在美国 在美国这个 这个这里可以接到很多 台湾口音的电话 还有这个这样的口音 在进行的电信诈骗 就以这个 以这个诈骗犯来说 这个和新冠病毒是一样的 在全世界都布满了台湾的 布满了这个诈骗犯的病毒 现在呢 这种病毒呢 还有种形式表现性呢 就是中华民国台湾 是一个主战国家 这也是一个新冠病毒 现在美国还没有抗体 但是这一代 这一代在 这个这已经是 到了蔡英文 这已经是到了 这个台独分子 已经到了第三代 第四代了 就台湾那个 出这个台独一号 独裁一号 已经一开始是 李登辉提出来 特殊的两个人 也就是蔡英文提出来的 这是第一代的 新冠病毒 台独的新冠病毒 后来在 是在美国来 那个什么 在台湾 那个培养出来的 然后到美国呢 康奈尔大学 散步的 后来把它封灭了 但是带着这种抗体还在啊 这种细菌还在 然后就变成 到了陈水扁 就变成了一边一国 这又是一个明目相当的 新冠病毒 到了 那个马英九这个时代 稍微好转了一点 波罗尔反正了一点 就叫做一中 这个九二公司一中个表 一中个表是什么意思呢 大陆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 那个中华民国呢 在台湾 这个实际上 作为一个 那个法学士的高材生 马里兰大学的一个 法学士的博士 虽然我很尊敬你的 法律的基础知识 但是你的这个 对联罗国这个 对联罗国的宪法 对联罗国这个 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 二七五八号学义 这个解读 是不玩强的 因为在联罗国这个技术 联罗国这个技术呢 这个国际法这个技术上呢 这个 马艳九是这个程度啊 那么其他的人就更不要说了 马艳九还算是在这个南临 就是在中国国民党的那个里面 在这个法学的供举 它是比较深的 就是 还有这个苏应青啊 苏启啊 这些都是法律 技术比较深的 还有张亚中啊 但是 在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上 容我冒昧地说 你们有一个概念是不清楚的 就是台湾作为台大 这样的培养出来的台大的法律系 国际法的定位呢 这个是不清楚的 就把把中华人民国国和中华民国这个看成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 这个是一个不清楚的一个很很错的观念 中国大陆也也受到这种病毒的这个侵害 也是不清楚的 我在这里呢 为什么在这里我借着这个 这个美国这个平台 借着Facebook 我借着这个跟特朗普总统这个对话的结论呢 我实际上也是给全世界 给我的子孙后代 给全世界的法律的跟联合国 这个这个国际法庭 来谈这个正经的来谈这个 中华人民国国 实际上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这个法律定位是怎么样的 因为按照登记 国际法的定位联合国现场的登记 代表中国的就是Report of Chen 中文就叫中华民国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什么时候成立的 1911年孙中山领导新海革命 推翻了满清的帝制 创立了中华民国 这个中华民国是指的 人民呢 原来是以国家之 以地方为主 地方专制 那么改成人民 当家作主 也就是人民的民主的国家 还有一个呢 叫做体制呢 叫共和制 就是为了人民的共同的利益 而服务的一个政府 不是为了皇帝的利益服务的 也不是为了政党的利益服务的 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的 这个体制 就叫共和国 那么我们中华民 中华民族统一共和党 就是为了中华民族 人民的共同的利益服务的 这个政党 也就是利党为公 我们利党为民 利党是保卫公 两个公 为了公共人民的公共利益 为了人民的事业 为了保卫这个 共和国现有的法治 立宪法 我们为什么说立宪制呢 立宪制是 这个立宪制啊 这个是一个 一个考验一个政党啊 真不遵守宪法 是考验一个党合不合法 在人民当中 它是什么地位 台湾民进党 就是不合法的一个政党 因为它是以 背叛消灭中华民国 为目的脱离中国 脱离中华民国的宪法 企图另立一个国家 所以说台湾民进党 是一个叛国党 它的推出的领导人 这参与文叫做叛国谁 所以说它推出来的 中华民国台湾 是一个组成独立的国家 就是宣告台独 就是向中国 那个反分裂国家法宣战 就是向美国的 台湾关系法宣战 就美国的一个政策宣战 就是向联合国27582决定 和联合国宪章当中的 23条中华民国宣战 因为台湾民进党 他没有权利代表中国 中国人也不承认他 他不承认 他的党章 他的总章就是要 建立台湾民主共和国 就是要砸烂和消灭中华民国 这一点台湾人人都知道 司马高知心路人皆知 美国共产共和党 美国民主党也知道 可是我们明明知道 我们就被他这种欺骗了 所以说呢 这个囚徒效应啊 囚徒困境啊 美国是因为呢 到了这种囚徒困境 要依靠他 已经到了 就是像一个亚片一样 吃上瘾了 我就要吃你的豆腐 要吃美国人买这个军火呀 而且呢 我给你一个 我就承认你 代价就是 我承认你的台湾民主的模式啊 其实不是 实际上把美国人民的 国家的民主宪政的理智法治 整个卖掉了 实际上 我们在这里夹杂的东西啊 就是说 我们把美国最精华的东西 叫蔡英文给炸 就落入了蔡英文的圈套 就是说猎人有个陷阱 蔡英文就给美国总统 美国的既得利益者 政客们 蔡英文生意团和这个众议员们啊 布下了这个天罗地网的陷阱 所以说呢 这个台独分子就在 就是这样一个世界上的一个给世界各国家都布下了这种陷阱 一种假象 一种魅相 一种演技 一种化妆 本末登场 蔡英文经常到美国来 或者是在这个智库那个地方都一些演讲 其实股市里卖的都是这个假药 散布的都是这种细菌 就新冠病毒也好 还有这个一带一路病毒也好 维持现状的病毒也好 它是你这种一种的所谓的投其所欲 它是投美国人的喜欢听的 然后来在台湾获取利益 来在世界上获取其他的利益 这叫做拉大骑做虎皮 我们说 还有一个中国有个 还有一个成语叫做紫路飞嘛 也就是说 它把台湾那个地方 当时是台湾是因为日本人 因为战胜了日本以后 就是归回到中华民国的手中了 在1945年 那么它不叫 它是中国 就是Republic of China 这是一个一个Pervent Pervent是什么 因为这是征服Vectory 就是我征服了日本人 取得这个土地 这个土地是我被我征服的 台湾这个土地 是被中国的中华民国所征服的 原来也是我们的 但是我们当时因为加武海战 日本这个经过不平等条件 把我们这个土地给拿走了 现在呢 我们又把通过战争 把他要拿回来 现在呢 现在两岸关系的现状是Civil War 就是处于美国的Civil War 南北战争的一个状态 还没有战争还没有结束 也就是两个案三位统计 在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 它是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 大陆地区现在是三十多个省 原来在中华民国的时候是更多一些 但是那个时候中华民国叫做和汉蒙回藏苗 各族人民为一国 和汉蒙回藏苗 这个人民所在的土地 为一个国家 这个叫做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的主权 台湾算是 台湾是什么网高呢 台湾就是因为被征服的一个土地 被征服要回了一块岛 就像现在的教育一岛 就像的崇祯鸟岛 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要回来 我们将来等 以后跟日本人在协商 我们用什么其他的方法来解决 因为这个戏 也是因为有美国人在背后 这个私价 通过私价交易给私 这个私售 这个公权私售 当然作为美国很正性 特别是现在从 Personal的川普 我们感觉到 在这个法律这个 每个按照法律这个卸法 我们也要谈谈 我这个是担闷弄虎的 我作为美国的新移民 我也有监督和挑战 美国总统的权力 这是拜登讲的 挑战我们的总统 所以呢 我就请进入问 我现在来挑战我们的总统 这个川普总统 你在这个 你在这个 这个执行这个 总统的权力当中 有很多权力 不是法律 不是卸法 受益你的 而是也不是你 你这个 很多权力呢 是自己 在这个 超越了这个 卸法给你的权力 同时 也超越了 很多 你自己 任性的 自由的一个 判断 而不是一个 理性的判断 不是 我们这个 政府呢 一个政府 它要不能解决 一切问题 那么 这个问题 就本身 这个政府 就本身就是 这个问题 这里跟总统说的 我们现在看来 有选票 一定的选票和一定的多数 支持你 川普 但不代表你的正确性 因为你 虽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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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了很多的选票的 民意的支持 但大多数民意 也是被 就像蔡英文一样 是被蒙蔽的 是带有确实性的 多数人的表觉 并不是代表正确 真理 而真理呢 往往是 要大家呢 这个 经过了时间的考验 真的经过时间考验 你这个 把这个病毒 那个 嫁祸于人 推卸病毒的责任 推卸自己不负责任 这个 这两个月当中 这个这个 没有做 无所作为这个责任 而把这个 重点呢 还弄在市场的 股票上 选票上 金融这个 这个是你的 失职 失误 也就是 不作为 在抗疫病毒上 这个叫 不作为 在法律上 就是一个官员 一个政府 不作为的行为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 本来应该检讨的是你 可是你不愿意 做这个检讨 因为你呢 如果一旦检讨了 一旦承认了一个错误 就会被 那个 拜登抓住法理 因为民主政治啊 往往是一方呢 抓住对方的一个缺点 一个失误 无限上纲 不是采取一个科学的 理性的态度 来包容错误 而是 无情打击 无中生有 这就是 民主 社会民主制度 本身带来的缺陷 本身制造设计当中 这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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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公平的 这个 同时呢 流毒陷阱 这是过渡自信的一种 一种 一种 将来对社会上 是一种危害 所以说 我们说这个问题啊 美国的问题 在这个美国的制度 并不是最好的制度 就这个政党的政治 就抓住别人 无限上纲的攻击 另外这个 每四年就这么一次 消耗了这么多 这个 这次消耗这么多 民脂民膏 民血 那么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包括这个 这个现在这个 新冠病毒 死了这么多人 都是 除非意料之外 作为我一个新移民来说 我也是感觉到 触目惊心 感觉到非常痛苦 痛心的 太好 我被陷阱在这里了 我女儿也罢 我也被囚禁了 我愿意 我愿意接受你们的这个要求 愿意接受你们的 可能有很多的美国人 他不愿意受这个法律的 这个 这个 可能还是公共道的这种约束 不愿意接受这个政府的命令 order 所以他们拿上枪去上 要自由 这种 不自由宁可死 所以呢 这种啊 这种 这种 这种是实际上 看起来是个民主 一种自由 其实是反民主 反自由 反法治的 归根到底 没有法治的 而特朗普在支持这种没有法治 没有理性的一种 粗暴行为 包括支持香港的暴动 暴力 和北线 和北线 这个暴力 这都是我们想 我可以 我作为支持川普总统的一个 一个新移民 我希望川普公司能够在这里的奔变是非 所以 经过这些事情 经历是长一致 不经历是不长一致 很多东西 我们可能估计 对这个政治啊 对社会 这个 这个 对这个民主啊 对法治啊 对判断当中啊 原来接触的并不多 现在呢 我们经过这些事情 事件本身就给我们 锻炼了我们 他亮了我们的眼睛 使我们就比较聪明起来了 川普总统 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那么我希望呢 经过这些事件 经过这个 蔡英文这种 诱惑 我们 随便上了他的帐 我们跟着他 上了他的贼船了 就上了蔡英文 台独这个贼船了 你现在还没有 你现在还没有下来 蔡英文也没有下来 美国民主党也没有下来 美国共和党也没有下这个贼船 我们现在美国 还有很多这个一些社会 都在台独这种 台独制造的那种 这种呢 反中抗中 脱中 恨中 这种污蔑这个事实 一页章目的贼船上 也就是一个 新冠病毒的一个贼船上 这个川普的细节呢 台带不断地扩散 在这个最高峰呢 也就是再过20天 再过20天 5月20号 每 每 团体 20号的时候 他再 就是说再一次宣布 他现在已经宣布了 到时候他会再一次宣布 这条船上呢 就是你们扎成这个船 就是 中华民国台湾国 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共和国的贼船 你们现在都在这个船上 你们想要下船不容易 因为你已经得到我的口罩了 因为你已经得到我的口罩了 他以异谋都 以这个船谋都 你这个 重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跟那个 这个一起跟着 跟着美国川普一起 反对中国 制造的武汉病毒 来谋都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 现在 美国中 白宫也好 川普中 已经是代评者 是阳性了 是跟着他一起走了 这个 蔡英文本来是个 印度的 这个台独的 印度 毒辣 武池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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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独的 病毒的 代评者 穿过者 现在 美国的 这个 共和党 中毒了 美国的 民主党 也中毒了 你们可以 你们不能够 定别 不能够识别 不能够 不能够测试 测试子来测试 这种 这个台湾共和国 是不是一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 你们就失去了 底下独立 你们就被他 污染了 如果 引爆了战争 你们一路战争 你们就会被 这个战争的战火 或者是 遭受最大的损失 是美国人民 遭受最大的损失 这个战争 我想 我们用战争来 战争法来说 这个战争 是 收复台湾的战争 是正义的战争 和把的战争 是人民的战争 是 是讨伐 蔡英文 台独分子 正义的战争 为世界人民 除害的战争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不是喊口号 第一 蔡英文提出的 这个选题 问题 中华民国台湾 是一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 是一个 自相矛盾的 就是 自相矛盾 什么叫自相矛盾呢 这个 名不符 这个 不明啊 不是 不是一个 不是个真名 这个 这个是个假名字 是个伪命题 这假命题 前辈 中华民国 是一个国家 是对的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他把这两个 两个概念 就是两个概念 都挪在一起了 成为一个 一个选题 一个 博士生 一个 这个 博士生 一个 也就是说 应该在很 只有很开阔的视野了 知道了 他就用这种 法学的东西 来混淆 是非 颠倒黑白 你假弄真 你假弄真 就是虚的 以虚的东西 带 或取代 这个 要取代 一个真实的东西 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吧 美国西北大学 有句校训叫 What's ever seen as true 就是我们要追求一个 什么东西 要追求一个 真理 是个真实的东西 对吧 那么 中华民国 台湾是一个国家吗 显然不是 中华民国 台湾少 这是一个集合 数学上来讲 这是一个集合 中华民国 是一个代表了 代表了中国大陆 代表了 整个白蒙古 代表了很多琉球已经被失去的土地 代表了台湾 这是一个集合大的一个家庭 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可是呢 他就把大家庭当作一个 用中国话 中国话来讲 盲人摸象 他就把一个腿 一个手指头 一只手 说 哎呀 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手 一个手就是一个国家 一个手就是一个国家 一个部分就是一个国家 可是你抓着一个鼻子 你说这个人 这个人 他就有个鼻子 那个有个鼻子的 就是这个 张三理事 他就抓着拜托的一只手 哎呀 这个手指头 多么伟大的一个国家呀 我们听起来 荒唐不荒唐啊 所以说 蔡英文在制造最后 实际上这个 古今中卫先 最荒唐的一个 一个领导人 一个所谓的President的总统 你们说 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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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还可以成为 美国的缩影 但不能成为一个美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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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两个 混淆的概念 我想我这个 中文也好 啊 这可能 如果没说清楚的话 请 川普总统 请拜登总统 啊 请奥巴马总统 啊 还请米歇尔夫人啊 啊 那么能够帮我 跟解 给这个 这个 这个 川普总统解释一下啊 我们希望 彭斯也好 还有旁边有翻译的话 请他们翻译 给翻译一下啊 啊 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 啊 一个骗子 怎么能把 美国人民都骗住了呢 怎么一个人 把 罗德岛说的 是全美国 把一个 把一个 罗德岛 其实 罗德岛就那么大 他把他说的 是全美国 你能说 他在代表美国吗 所以说 就是说 罗德岛如果出个骗子的话 他去这样 就到世界上去 去 去 去那个 去那个 那个 卖假广告 卖一个假 这个 这个 骗取这个 青睐 啊 换取这个同情 你会觉得可笑不可笑 荒唐不荒唐呢 这是一个 同样的道理 啊 我们说 我很严肃地说 而且就是 因为 我这个人 就讲了 英雷尽一个处 啊 就是说 我是台湾人 我 我 比 蔡英文还要大 我是 1947 啊 1928 就是 1947年 6月28号 在台湾 台北市 东门京 禁灾二号 出生的 那个 这个呢 我请 如果 蔡英文有机会 想要叫她 我从哪里来 那你今天就去 去那个 东门京 去那个 去找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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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警察署 然后 去找那个 那个 找下我的档案 那个档案还在 我 我父亲的原名叫 这个 这个 马 那 那么现在这个样子 因为我是从 在 在海上生的嘛 是吧 从 台湾过来的嘛 我们是 是 四五年 去的 就我父亲是四五年 也就是 看到了 当时 台湾这一名 在欢迎 那个 这个 这个 国军 中华民共的军队 但是 国军呢 因为在内战当中 打的也 打 很多是抓障兵过去的 装备也很差 另外呢 十八年底 从基隆呢 回到了 那个 上海 当时在看到上海的 人民解放军 人民解放军 把上海打下来了 人民解放军 就睡在地上 晚上就 露宿街头 求豪无犯 我父亲说 怪不得 人民解放军 把 就是 国民党打败了 这样的军队 这样一个纪律 为人民的军队 人民的主义 那能不打胜仗吗 我们再说 我们为什么说 现在战争要来了 斯别沃尔要开始了 因为蔡英文宣战了 不是中国大陆宣战了 而是蔡英文宣战了 对 对 川普 对 拜登 拜登 拜登总统 现在是 蔡英文在宣战了 她一边抱着你的大腿 给你一个 kiss 但是一边呢 又在宣 对中国大陆 发出了 中华民国 台湾 也就是简称 台湾 是一个组成国立的国家 中华民国 它完全是幌子 完全是一个商标 池根是台湾 台湾是一个 这个 台湾是一个组成国立的国家 而真正的 这个Republic of China 它的主体呢 叫做池根 叫做China 就是中国是一个 那个什么 是一个组成国立的 它这个是杜撰的 制造出来的一个单词 叫做中华民国台湾 它这个制造了一个片 制造了一个片 制造了一个假的 这个假的藕 这个玩偶 它制造了一个玩偶 中华民国台湾 又加了一个包装 就把中华民国的包装 给台湾包装上的一个台湾 我们知道了 假的就是假的 你要去尾存真了 你要把这张皮给发了 你要把这个 蔡英文的这个 这个黄帝的新衣 给它把它拖下来 看它里面 藏的是什么雾米泊水 它肚子里 这什么 这个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目了这个台湾 2300万人的性命 所以说呢 现在台湾人民正处在山崩堤的水深湖热之中 美国人民处在温水里煮青蛙 他也是在自己的 美国人民的出路 大海给 大海来到美国 就是要为美国人民创造福利 就是要为美国人民做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 大海来到美国 我在这里 之所以这么隆重的在这里推荐 就是要把美国和中国人民的关系 拉起来 就是要把这个 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是一家 书和我们要为美国 我们要为人家 会和美国人 所以说 我们大海来美国 大海还有 今年73岁 可能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但是我告诉你 我告诉各位 我告诉川普 告诉拜登 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们 告诉我们美国的所有孩子们,这块土地,本来的祖先是中国人,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中国人呢?为什么参与的是North,Indian人,他的血脉是从中国来的,Indian人是什么人呢? Indian人就是在中国打败着的人,就像清教徒在欧洲这个土地上打败了,被流放了,然后跑到美洲这个土地上来,开关自己新的土地,新大陆扭难。 那么现在一次是中国大陆打败的人,残兵败将,都往东渡扶桑,都到了那个美洲,包括过去下南洋,从明清以来,在中国大陆,在中国被边缘化的人,他们就到海外来发展。 什么叫扶桑,中国话的扶桑呢?就是生产玉米的地方,就是种玉米的,残玉米的地方。 因为中国呢,一个是吃的,吃的主要是大米啊,和这个,在美洲这个地方,主要是吃的,是扶桑,就是玉米。 所以说呢,在美国这个土地也好,日本也好啊,还有这个什么呢,台湾,还有台湾,就在扶桑。 解放战争,就摸摸头以后,那么被打败了一些中国国民党的士兵,还有一些军人,还有一些家属,怕被共产党所侵依,所增压。 因为,然后就跑了,跑过来,又从,到了台湾,又到了美国。 我的一个,张光芷,他就是,先到了台湾,他是台湾人,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他是一个考古学家。 他就做了这个历史的考证,证明,在美国出土的文物当中,有中国,中国的先人,这几天的英商的人。 就是,英草,那个时候英草就叫中国人,英人就叫中国人,英人的痕迹,文化,话词,这个DNA,这个是要事实来说话的,不是我在这里胡说八道。 我们,也不是蔡英文在哪边,啊,蔡英文在这个,台湾不是中国人,台湾早就是有中国人在那撑什么。 所以呢,他是拔着头过,想要离开地球。 蔡英文这个逻辑啊,他是,没有,就像,我刚才说,啊,我这个又有点,这个有点混乱了,又谈的问题比较多。 蔡英文要,要证明,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总权独立的国家,他要提出法律依据。 他要有国家承认,美国承认不承认,台湾是一个总权独立的国家。 世界各国,其他国家,欧洲,美国,英国,其他的,哪个国家承认,台湾是一个总权独立的国家。 要有国家承认,你才能叫做国家呀,国家是需要承认的,需要联合国注册的。 你没有注册,你就不是一个合法的一个单位。 不是一个法人,不是一个人,就不能够参加联合国的活动。 你这次,你没有注册嘛,你不是一个国家的主体嘛。 你这次跑到,陈英文指使一大堆,台湾的奋青,还有那些陈时中,根本不懂法律的那些人在那里污蔑世界卫生组织,造谣毁谤世界卫生组织。 你凭什么呀,你没有资格,你不是一个国家。 你包括的虚担,都是假情报,你提供的东西是假的。 你都是从中国武汉拿,得到的假情报。 你吃着,端着大路子吧,你砸大路的锅。 你这个没心没背的白耳朗,你吃以爬外的卖国锤。 所以说呢,台湾这个现在来讲,必须要经过,必须要经过,重新的来还原,还台湾整个这个文化上,整个从文化上腐朽。 从根子上现在,从根子上烂到你了。 从宪法上被这个枪,中华民国的宪法已经被挖了枪脚了。 整个枪脚,这个大事。